中国一位知名的学者在纽约时报上撰文说 川普当政中美关系不可避免的将恶化 那这位学者就是清华大学的教授严学通 他说川普时代将为中国带来机遇 他还说一国的胜利是建立在他国失败基础上的联合的博弈 今天媒体观察我们就来看看严学通教授的观点 欢迎海盗 你好 严学通教授现在中国是很知名的这样的一个外交问题专家了 他在几年前曾经提出过一个所谓这个新冷战的一个说法了 这都持的有点远了 我们来看他最近这篇文章所说的 他说川普和习近平的口号和目标含义是相同的 两位领导人都承认自己的国家衰落了 他们都要恢复自己的国家在历史上最辉煌的地位 所以说他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一个国家的胜利是建立在另一个国家的这个失败的基础上的 是一个联合的博弈 你怎么解读他这个观点 袁学东先生呢 他是在上周这个纽约时报上专门发表这篇文章的 当时呢就是引起很多人的注意 但是第二天呢就是川普就职 所以把他这个就压过去了 袁学东先生所说的这两点呢 就是说习近平先生和川普先生都有一个让自己国家强大起来的这么一个梦 有这么一个动力 那么最后结果呢只能是一种零和游戏 就是一个国家胜利必然是另一个国家失败 这是一场零和游戏 不是说一种双赢的局面 现在有的读者提出问题在于什么地方呢 就是说作为一个中国的学者 现在中国有一批这样的学者 比方说袁学通 石英宏 我们经常采访的袁学通 石英宏 孙哲 什么贾庆国 什么金灿荣 这样的一批学者呢 他们基本上都代表了就同样的一种观点 就是说在这个中国和美国发生这个 在这个进程这个壮大的过程当中呢 或者重新恢复壮大的过程中呢 必然会发生某种形式的冲动 而且必然是会一种零和游戏 那么有的读者他就问到了 如果作为一个中国学者 认为川普先生这样做 可能会带来一种就是说零和游戏 你胜了他败了 那么对习近平先生来说 是不是也 杰学通先生也这样认为呢 就是习近平的中国梦 中国崛起 是不是也会带来一个国家胜利 建立在另一个国家失败基础上呢 而且是不是带来一场零和游戏呢 而这个方面 严学通先生 他没有展开说明白 再就是川普总统就是在当选之后呢 就是比如他和台湾的蔡英文总统通了电话 那么就发出了一些的讯息 或者叫信号 那么就是说他可能会对这个一个中国 美国的几十年来的一个中国的政策 可能会有所调整 那么这可能呢 就是说会颠覆1979年以来的这样的美中关系的基础 那严学通是对这个问题呢 是这样说 他说北京呢 应该同尽可能多的邻国建立军事同盟 他说呢 到目前为止 中国似乎可能和 只是和巴基斯坦 有这个传统上的这样的所谓的军事同盟 军事同盟他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就是像和巴基斯坦那样 严学通先生他的下一段 他具体提到了 比方说柬埔寨 泰国 马来西亚 特别是菲律宾这样的 他希望和这样的国家来建立一种军事同盟 那么大家都知道 这几个国家都基本上或多或多的 涉及到了中国的南中国海的问题 那么严学通先生的意思呢 就是说 现在我们应该抛开那个 邓小平先生的韬光养晦那个做法 来直接和我们的一些邻国来签订军事同盟 这样呢 就挫败这个美国呢 在台海问题上 对中国施压的这个施加的影响和努力 他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意思 但是很多网友就同时指出 现在来看那个中国政府 比方说中南海 他并没有一个要和这个某个国家建立这个军事联盟 这么一个意图和政策 他现在大概有一些这个在高级干部当中 或者高级学者当中 有一些讨论 但是中南海最高当局呢 他并没有做出一个 就是离邓小平 韬光养晦的这个政策 走得太远的这么一个政策 最后一个问题 我想说说这个 就是刚才你提到 就是说他 他说的 就是严学通所说的 就是说是一个国家的胜利 是建立在另一个国家失败的 这样一个基础上的 那么 那假如按照严学通 他还说这样一句话 说川普时代将为中国带来机遇 那是不是说 那中国胜利 那美国就是 就要失败了 它是什么意思 是 他基本上就是说 如果能中国能好好地利用这个机会 就能在很大程度上 来削弱 美国在全世界的软实力 增加中国在各方面的这个机遇 严学通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他好几个方面 他因为没有把这个话说明白 所以人家从他这个这个一系列的这个论点当中 导致不出来这么一个他所得出的一个结论 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样子 好的 好 谢谢海盗 好 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海涛来演播室参加节目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